欢迎你锁定装饰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在宜兰三星路口 发生了对撞的车祸 一名大约二十岁的女驾驶 在雨天飙速通过路口 她完全没有减速 对撞了支线车道的休旅车 当场喷飞撞毙 又撞上路边的零停车辆 休旅车驾驶则是三百六十度 狂转了三圈才停下 另外在淡水的竹围 则是有骑士抢坏钻车道 差一点被一旁的汽车泥造 暗夜天雨路滑 两车闯宜兰县三星路口 猛力喷撞一个失控 被推撞滑到水沟去撞墙 另一台休旅车被撞三百六十度 时速大旋转 雨雪烟沉瞬间四炸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直行白车飙速冲路口 左侧一辆休旅车刚好要通过 疑似天岸视线不良 根本来不及刹车 零减速直接对撞 休旅车失控狂转三圈才停下 直行白车喷飞滑行撞墙 再撞路边连停车辆 好在两名女驾驶没大碍 只是吓得不轻 开车行径淡水逐围 一旁机车骑一骑竟然蹦一下 当钻车缝撞上别人 骑士当场连人带车倒地惨衰 而撞人骑士自己也喷飞滑行 差一点就要被后车碾过 另外在苗栗则有骑士 明明就有往后看车况 竟还执意路边大轨切 害后方骑士追撞大摔车 货物滚地 肇事骑士则是龙头抓紧 差点跟着摔飞 恐怖车祸在南头也出现 疑似过弯失控自撞山壁 二十七岁驾驶超惊恐 爬出侧摔大火车 满地高丽菜渣顾不上心疼 报名尿紧 叫杨桥彩山长报道 班桥友民众控诉 他回到家里发现自己家中 竟然变成了打斗的现场 而且还留下了血迹 事后得知原来万华警方跨区办案 从阳台翻进他的家中来逮人 夸张的是 事前事后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告知 吓到他身心恐惧 至今不敢回家 控诉警方这样做 根本是闯空门 对此警方解释 是因为联系不上屋主会负起后续责任 男子穿拖鞋爬围墙跳进阳台 最后好几名便衣员警跟着跳进去一阵扭打 男子头部疑似还见血场面混乱 最后被压制上铐 结束后警方直接打开门锁 当什么也没发生 带嫌犯离开 不过这里根本不是嫌犯家 而是一般民宅内 屋主会到家吓到傻眼 电灯全开 阳台座椅毁损 墙面地板还燃油血迹 屋主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自行调阅监视器才知道 是警方在办案 屋主控诉 事前事后没收到任何告知 原来万华警方日前到板桥 要找一名炸气犯 刚好隔壁住家落地窗没上锁 嫌犯就从阳台围墙翻进去 警方追上前在民宅中 打到咪咪貌貌 事后拍屁股走人 画面曝光网友骂翻 警方带头闯空门吗 办案秘露器也曝光 警方当时真的随意 打开客厅大门 一群人浩浩荡荡 连同嫌犯 穿过客厅离开现场 不过面对指控 警方出面解释 警方表示 当下嫌犯窜逃到林宅 都有报警检察官同意才入内逮人 逮人逮到闯空门 把现场弄得一片狼藉 还没立即联系上屋主 是事实 办案过程瑕疵重重 实在有不小检讨空间 记者黄庭 双菲亚乔台北报道 新北新民驾驶 他开车排队 要进入医院的停车场 但一辆轿车突然一下 硬生生插入了排队的队伍 路人也看不下去 用肉身挡车阻拦 但没有想到这驾驶 不但没有停车 反而是直接踩了油门 把人给撞开 而在台北捷运上 则是有一名男子在车厢内 不断的狂点打火机 发出哒哒哒的声响 因为十几点相当的敏感 也吓坏旅客 开车进入新庄 卫福部台北医院停车场 想不到大家乖乖排队 左方一辆银色轿车窜出 一个鬼切 说插队就插队 停管人员逮个正着 肉身挡车不让插 没想到驾驶竟直接 踩下油门冲撞 副驾还跳出一名大妈 火大下车拉人 狂按喇叭也没用 就是要硬闯 后方驾驶气爆了 都不用排队是不是 莫名其妙 但抢来的位置 还没停满五分钟 抢位双人组 遭院方驱赶出场 而在台北捷运 则有怪男拿打火机 沿路邓乘客 还做事点燃 十几点敏感 吓坏乘客 变称只是想抽烟 但担心台中捷运 随机杀人模仿风潮 事发在北捷中校敦话站 民众破网 要大家小心这号危险人物 原来他不止一次 做出脱续举动 早就在各大赖群组流传 发出哒哒哒声响 靠近落胆女性 还有人被辱骂不雅字眼 甚至被他以烟土脸 北捷蓝线上 都有他的踪迹 另外在南部 则有新人恩爱站斑马线上 亲密拍婚纱 还要驾驶等 大光师瞧好光 摄影师咔嚓拍完才给过 网友笑翻了 是在这个路口相撞吗 另外在台中 反而是有民众目击 警车围停路边买肉粽 甚至大喇喇违规 在双黄线回转 让他气到颇旺 狂酸 知法犯法过分了吧 在终结砍伤了两名乘客的 红性嫌犯 监方认定他作案时心智正常 征讯时对答如流 完全没有回忆 在凌晨收押间看守所 他情绪起伏大 尤其是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直呼和他想象中不一样 而网友也评论整体事件 最好奇的是 为什么台中人完全不害怕 持刀杀人犯呢 网友这个热烈的讨论 有人说这是台中人的日常 在台中捷运带三把刀砍人的红性胸弦 检方判定他作案时心智正常 事发后跟检警对答如流 完全没有回忆 凌晨收押境看守所 情绪大配合度低 他一度抗拒身体检查 质疑怎么会是这样的 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对环境恐慌 第一晚睡不好 回顾车厢内的恐怖画面 阿贝多刀还有长发格肉身搏斗 最后红南被群体压制 所有乘客涌上去 垂头的垂头 捏耳朵的捏耳朵 不禁让网友好奇询问 为何台中人不怕持刀杀人犯 而是无所畏惧反击 其他网友开玩笑的说 民风彪悍 平常大场面看多了 还有人说这是台中人日常 我爸妈在路上被机车骑士 抢包包 直接把抢匪拖下机车 不让他走 再用雨伞搓塌 但也有人认为 终结车厢空间比北节小 不利于逃生 台中捷运车厢才两节 又短又空 能跑去哪 至于他为何选台中犯案 外传是因为高雄市 是民进党执政城市 还有女友的爸爸 在高雄捷运上班 怕害到自己人 也曾在脸书上支持费死 汇刀商人以为可以引起社会重视 没想到台中人超猛 陈胸厚毫无退路 介台中综合报道 在新本市永和的某高中前 精传砍人事件 因为逃债 在谈判过程当中 债主反遭对方持刀砍杀 他的手部和背部中刀 血流如注 几个小时之后 警方在案发地点附近的公园 逮到人 他变成作案用的弹簧刀 被他卖到了三重的跳蚤市场 疑似是企图灭阵 目前人士已经遭到了逮捕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画面 高雄社会住宅的住户抱怨 他们都火灾警报器 三不五时就会乱想 包括炒菜监鱼煮宵夜之外 最扯的是 就连洗澡的沐浴乳 太香竟然都会引发警报器 疯狂的乱叫 一个星期至少发生一次 连邻居都听到住户超级崩溃 热锅炒青菜冒出阵阵油烟 家里煮菜点火肯定会冒热气 还有洗热水澡 漂出沐浴乳香味 没想到这竟会让警报狂想 大楼充斥警报声 连消防队也惊动到场 住户全部逃出来 却没火警 到底怎么回事 社宅公告居然是沐浴乳太香 引发警报器 原因让人匪夷所思 最扯的是沐浴乳太香 导致警报气响 你觉得很慌張吗 不太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沐浴乳太香该也不太可能 公告太奇葩 网友傻眼你讲热水蒸气 我还能相信沐浴乳真的太扯 沐浴乳太香 请问是怎么检查出来的啊 蛮难未发生的 差不多一个礼拜会有一次 就是想到我们会觉得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火灾 然后每次都说没事 是因为人家监狱啊 住户完全都不敢主办 增烟器真的有问题啊 施工品质真的很不错 高雄凯旋社会住宅被抱怨 警报三天两头乱叫 一星期至少一次 管理员不知道怎么关 醉酒一次想一小时 让住户超崩溃 社会住宅狂出包 不止浴室漏水 墙壁军裂 警报气太敏感 煮饭煮宵夜都不行 连洗澡沐浴乳太香 也会叫 启用一年问题一堆 市府都发局承诺改善 希望住户平息怨气 记者金线中郭怡珍 高雄报道 停车费竟然快要一万块钱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 铺文抱怨说 他在美式卖场的 这个北台中电停车 折底掉了这个消费 扣掉了三百块之后 竟然要缴九千七百元 让他直呼根本是天价 但网友仔细看 却说根本就不贵 原来这荧幕显示 他停了十一天 其他人都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换算下来一个小时 才只要四十块钱 不少人喜欢到美式卖场补货 商品一车一车的买 有名正道停车场按了交费机 发现金额高到吓人 荧幕上显示停车费九千七百元 地点在北台中电 事实跟你想的不一样 原来这位车主 从五月十号上午十点多 停到五月二十一号上午 一共停了十一天 停车费一万 扣除消费折底变九千七百元 他里当他没消费 说九千七 我觉得算蛮合理的 如果说他是故意的就不贵 使用者付费 如果他真的有停那么多天 应该是要缴这么多 连锁美式卖场先前是免费停车 为了不让民众霸占车位 二零二一年才陆续改成收费 一小时一百元 购物满五百元 免费停车最高三小时 其实基本上停车场业者 只要不超过我们的配查费率上限 这基本上都是一个合理的 一个合法的一个经营 车子一停就是十一天 停车费除以小时数 一小时也才四十元 没有超过申报的一百元费率 台中市停管处说业者没有问题 使用者付费天津地义 记者 台中报道 在党推动藐视国会罪等改革法案 但民进党立委使劲了招数来阻挡 蓝营就公布了影片 他们抓包民进党立委黄洁和邱毅 竟然摸走了蓝营立委的表决卡 想要阻挡表决 绿军狂党国会改革法连举手表决 民进党都执意不合法 蓝营爆料无法用表决器是因为民进党偷掉了国民党的表决卡 黄杰伸出手偷走蓝尾桌上插的表决卡 转身要跑掉 议事人员还挥手说不可以 但黄杰还想继续偷 邱毅营也顺手牵羊 拔掉蓝尾的表决卡 总没两步食水之位一路抽 定格一看 邱毅营手上竟然拿了一叠厚厚表决卡 让国民党大抓狂 你为什么要拿一叠的卡 你为什么拿一叠的卡 我们都要把我们所有的卡出都拿开 议事无效 议事无效 蓝军被偷卡还被骂不够民主气的破口大骂 做贼喊做贼 他们去偷拿的卡 事实上都是在这个异常媒体拍不到的角落 他们人不在 所以我自然是去把他们的表决卡抽起来 根据二赌的藐视国会案 将来官员说谎隐匿 不但可以罚钱还可以移送法办 过去拆不开高端黑箱的蒋万安 大呛民进党 如果官员说谎 或者是把疫苗采购合约封成三十年 你要怎么去认定官员说谎 人家都已经公开 这也是你的认定吧 就是不应该让官员说谎 在司法上面 让官员指手之天 从秒是国会罪到国会听证调查权 民进党疯狂阻挡到底为哪装 因为这些都是民进党以前的主张 有的甚至是赖兴德自己的主张 那很难理解说他现在到底是在抗议什么 从推人投资料到狂偷卡 谁在反改革反民主画面会说话 记者张友词 王志涵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车辆转弯 因为视线死角而量货时有所闻 但现在出现了一款死角救星吗 有一名高中生 他靠着一个超神奇的发明 竟然能够让车子的A柱 一秒隐形 让驾驶视线大解放 而有公车靠着一杯水 竟然能够提升行车安全 车转弯猛壮富人 这辆车也是左转狠壮夫妻 喷飞引擎盖滚地 不只行人连骑士 也被左转车辆惨壮骑上去 这些都是A柱死角酿货 不过开车上路 让驾驶怕爆的视线 遮蔽问题 现在竟然有解了 这款超神发明 竟能让A柱原地隐形 他首先在副驾驶旁 放置一台摄影机 他将所录制的车外的影像 投射到两侧A柱上 轿车A柱近神奇 一秒变透明 新京车辆看得一气二楚 转弯第一视角比一比更明显 一般驾驶被A柱挡着跨拢某 有了神奇发明 驾驶事业大解放 再也不怕撞喷别人 对比现在盲点系统 或是说就是一般的电子后照镜 它其实不有替代性 但它会更直觉 对驾驶者体验应该更多 就是在使用体验上的提升 说真的它并不是新技术 现在来讲其实马上都可以实现 现有科技的确可以做到 原来这是一名美国十四岁高中生 用摄影机把车外画面 及时投射到包覆特殊3D 反光材质的A柱上 运用投影原理就能达成 若成功量产 看成死角就行 但提升行车安全的不止它 大陆公车禁止扣着一杯水 公车司机总是在驾驶台上 放一杯水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 让自己口渴时可以喝 而是为了检查底下墨布 又没有湿 若突袭检查水洒出来墨布 当漏漏 可能就是陪车陪太修 司机得面临乘處 不过聪明的检察员 恐怕还得防止司机偷偷 换掉抹布 记者黄明君 黄玉兰特别报道 国会改革法案24号 立拼要三毒闯 关而国民党团总召 傅昆奇却爆料说 他们收到了线报 这个传出民进党 疑似要动员中南部的黑道 北上来对付在野党立委 蓝营也怒呛 如果真的出意外 那警政署长必须下台 国会改革法闯关 三毒大作战 民进党又抢资料又扑倒 常外还料黑熊部队 和侧翼团体来包围 而国民党爆料 周五还会动员 这群人来 他们准备用暴力攻击的方式 来对付在野党 民进党已经动员 中南部的黑道 要到台北来 隆重的宣布 如果在野党立委 遭到不明人事的人身攻击 不止卓榮泰院长 应该要下台 内政部长要下台 警政署长要下台 不予民进党 悬崖热马 民进党不会主导 更不会 也不可能去动员黑道 如果民进党 像上次死抱着韩国瑜 不让他进场 到底会不会适度 动用警察权 排除障碍 在外面有人给他做动 我们这个警察 这样给他为何 让他进入这个会议 听 这样有算你们动员 警察看吗 没有 网友炮后 民进党疯狂动员群众 难道是搞蛇蕴 来恐吓民意吗 尤其是大陆围台军演时 号称最爱台的黑熊部队 怎么还跑来立法院 表决表决不过 绕狼来 就完全就是一个黑道 无理取闹 耍流氓耍无赖的作风 你们这些人不是多神勇 多爱台吗 在这个时刻 不是都应该抛下麦克风 投笔从容 赶快到前线去作战吗 结果你们的前线 居然就是我们的立法院大门口 国会改革周五拼三毒 就怕会再出现 登上国际版面的荒唐戏码 谈恋爱时会分泌爱情激素 还会让人智商 直接下降二十五吗 没有想到就连去看牙时 也能够出现恋爱脑 有一名女子看到了牙医师 拱起右手 还以为医师是要对她比爱心 就把手也给伸了过去 结果毫不领情的被一把拍掉 原来医师是要去拿针筒打针 非常尴尬 这画面让不少人捧腹打赏 女子在诊间看牙 她看见医师伸出右手 忍不住把自己的左手凑上去 想来一个爱心合体 没想到医师手抬高闪避 女子不死心又靠了过去 就在这一刻 医师冷漠地把她的手一把拍掉 女子还来不及尴尬 医师手已经截过针筒 原来误会大了 人家医师是要打麻醉 女子恋爱脑发作 让网友捧腹大笑 有人说早知道就给你全身麻醉 还有人说全麻半麻 没想到你选择肉麻 也有民众是专门找人测试 超商店员看到女子比爱心 没搞清楚状况 花了整整九秒才议会过来 手比爱心是许多明星 给粉丝的福利 不代表谈恋爱 但要是真的恋爱 恐让人变傻吗 网传还可能让人智商 从一一五降到九十 恋爱让大脑分泌爱情激素 会促进脑细胞分泌多巴胺 虽然能感到开心愉悦 但会短暂抑制部分记忆 也可能模糊尝试判断 剖析恋爱脑 小心智商奏降 理智断线 闹成笑话 大陆解放军大动作宣布围台军演 这次的范围更大 军种更多 专家提醒这次是十兵十弹 如果对岸突然一下游训转战 那外岛乌秋和东营 恐怕会有被占领的危险 面对危台军演 国防部主动秀影片 我陆海空三军全面戒备 强调我方随时监控解放军舰 同时间空中部队也待命警戒 复制空军新竹基地幻象战机挂弹升空 束手花莲基地的F16V 同样被捕捉到左翼挂弹 还配邮辅助邮箱全程戒备 海军人员更是一早就前进金马 进线水域 驱离大陆海警船 中国海警 14509马上离开 马上离开 此次中共的2024A军演 跟上次裴洛西访台后 围台军演相比 这次不仅没有划分进航限航区 从解放军东部战区公布的眼型图 可以看到台湾周围与金马被团团围住 范围更大 军种也更多 同时解放军更动员海陆空 以及火箭军等兵力 镇压担忧就怕游训转战 我小岛会被拿下 由于岛上的守军官兵不多 他要拿下是易如反掌 特殊的是这次援火火炮系统 类似美国的海马斯火箭 但是它射程可以到300到500公里 西部海岸线所有的军事目标 都是在它的有效的射程范围之下 可以在第一级的时间 将我们的这种机场雷达等重要设施 来做一个攻击 它是使兵而且使弹的演习 而且战机的数量跟军舰的数量 我们都会比赖裴洛西来得多 总统怎么看中共发动联合军演 会不会觉得是针对你的旧职演说 赖清德首次以三军统帅身份 试倒国军 尤其针对台海侵蚀信心喊话 此时此刻国际社会 正高度关注民主台湾 而面对外在的挑战与威胁 我们会持续捍卫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想我们会适切的因应 所以今天然后七点半 就已经去讲过了 我们成立应变中心 我有进去应变中心 在一党也呼吁两岸得克制冷静 严正的呼吁对岸务必克制 也要再一次 呼吁民进党中心政府 不要以示意形态挂帅 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新政府上任就看赖总统 如何化解两岸危机 接着张人民军 台北桃园报道 在一党立推国会调查权等法案 不过民进党带风向说 老百姓会被查水表 但摊开法案 民间人士不但可以拒绝听证会 甚至涉及隐私害秘密 也可以拒答 蓝营就讽刺说 就算绿营立委有婚外情的 都不会在立法院曝光 民进党狂宣传 蓝军的国会改革案通过之后 会查百姓水表 因为根据国会调查权 立委可以要求政府机关 或社会上有关系人士 提供资料接受调查 如果不配合可以连续处罚 而立委立刻上演这种质询戏码 请问你今天早上吃什么 为什么不回答 某人的事物应该不需要在公众调答 不好意思 你要关一年 但是修法中明明规定 立委调查听证会 民间人士可以拒绝出席 涉及隐私秘密 或是和主题无关 立委无权问 就算问了也不必回答 蓝伟丑讽 民进党是不读书 还是深怕自己干的好事会破光 王定宇跟袁洛芳 在他们那个套房里头 有没有共用厕所 即便立法院行事法调查人通过 这个是不能调查的 不是什么都是可以调查 一定要跟国家 社会人民的权利 有重大的关系 民进党这些立委 根本也不看法条 黄杰他应该回去多读读书 这次戏已经上升 问题是演的 都是这种三流的戏 蓝珠说国会听证权 还藐视国会罪 过去全都是民进党高层的主张 一般人民纳入调查范围 把企业纳入调查范围 也通通都是民进党 八年之前就已经写在法案里面的 尤美女 顾力雄 林佳龙 陈其迈 通通都是联署跟提案的人员 回头看看绿营大官亲口说过的主张 比对如今疯狂阻挡 民进党狠狠打了过去自己 一大巴掌 要杨洁晨针采访报道 除非家电推出新品 举办记者会邀请合作厂商 电商出席展示最新热水器 我们升级到数位恒温2.0 最大特色就是将过去 三段火牌的设计 升级到五段火牌 有更多段的控温 对抗极端气候 升级恒温热水器 而热泵热水器能有手机操控设定 主打双变频 省电效果更明显 响应环保 我们不单单有采用 R32的环保冷煤 为了推广跟欧洲的脚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使用了R290的环保冷煤 它基本上都不会破坏车厂层 要慎选这个具有这个经济部里面 能源标章达到一级的产品 储夷家电升级净水器 温热水一体机节省空间 水质甘醇 另外也推出辅具新品 来加强高龄社会的照护 新品亮相响应全球节能趋势 提供消费者居家储夷商品 有更多选择 记者中不倒 感谢观看